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隐秘的细节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殷商地心咒网执政的第十年 他把殷商时期第二大经济实体周部落的当家人 文王济昌带到印度扣作了人质 然后带着他的大象之君 进行了长达二百五十多天的漫长东征 并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筋道西行的东线之所以会被阻断 是有经济规律自身的原因 中原王室综合能力的时代局限 使他不可能在强行占有了所有大型铜矿之后 依然可以利用规模庞大的工程师 技术工匠和矿工 继续保持原有的生产能力 这一点地心咒网是冷静而理性的 所以他没有去攻打铜陵 瑞昌和大野这些采矿野链基地中的任何一个 他只是想打通道路 通过鲁断万运物流实现资源的 最大化战友 攫取价格优势 这一策略的问题是 你不占领源头 资源就自然会向利润更高的地方流动 所以金道西行东线的阻断 更多的是沿途市场 对西区资源残酷竞争的结果 汉语中 移这个字最初并不带有贬义 他在方言中与人字同音 照字的方式是描绘了一个人背着弓箭的样子 所以东移部落都是战斗民旗 过去的道德史家对征战容易可能带来的麻烦 有另一套说法 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国语》上 有一个晋献功与巫师史苏的故事 晋献功想要征伐利荣部落 让史苏占卜 史苏得出的结论是 胜而不齐 能打胜仗还有什么不吉利的 史苏劝不住 晋献功去打了利荣 果然大胜 汉带回来一个美女立即 献功高兴大白酒席 把史苏也请来了 别人有酒有菜 史苏的桌上只有酒没有菜 献功说 你的占卜说胜而不及 所以对你的奖励是让你喝酒 对你的惩罚是不给你菜吃 因为我现在得到的漂亮老婆 没有比这个更吉利的 酒言仨 史苏跟一个叫李克的朋友解释说 这个荣笛啊 有男容必有女人 现在咱们晋国 是用男人打败了人家的男人 人家呢 一定会用女人把咱们打败 李克就说 你这是什么道理 史苏就举例子 说你看 夏节讨伐有失 有失弄来个墨席 夏朝完了吧 昼王法有苏 有苏弄来个达吉 殷商也完了吧 周幽王法宝国 宝国弄来个宝四 西周还不是幽王了 现在来个立吉 这就离王国不远了 所以我说胜而不及 道德史家把连续三个王朝 覆灭的原因 全都怪在女人身上 这道理反驳他都觉得没进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晋献公与巫之史苏的故事 是殷商著名的美女达基 在史书上第一次正式出场 这次谈话 距离殷商覆灭相隔了三百多年 相当于咱们现在议论明朝的从政皇帝 曾经有过一位前人未曾说到的爱人 到了距离殷商覆灭八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笔下 这个故事就已经变成了 胜王爱达基爱到言听计从 天天九尺肉鱼 男女裸体相互追逐彻夜狂欢的大片 到了距离殷商覆灭九百年之后 流向的《猎女传》中 咒王对达基的言听计从 已经到了他喜欢的旧给 他讨厌的旧杀 以刨乐之行取落 残害忠良 祸害朝纲的地步了 实际上 地心咒王的历史乌迹 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节奏 在漫长的历史中 逐步添加上去的 按照历史学家顾洁刚的统计 商周交替时 咒王的罪责 一共只有三五条 还竟是没什么道理的 到了秦国时代的 吕氏春秋 就变成了十四条 剖腐发心什么的 就全都来了 然后就是你三条 我两条 离得越远 天得越多 到了人死了一千二百多年之后的 晋朝的帝王世纪中 发展到了七十多条罪状 已经是庆竹难输了 官方编制的罪名到此大重 民间的热情却依然在暴涨 最终是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的年代 用风神演绎完成了这对 千古邪恶男女的塑造工程 这哪里是历史 就是当代最富想象力的编剧 也不敢这么编啊 今天的考古爱好者 大多倾向于达基 出生在富隆部落 一个己性小国 是帝心十年 晋王东征时 战败者献上的俘虏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 帝心晋王一共执政三十年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始终如胶似漆 那么两人相爱了整整二十年 一个帝王能深爱如此 那就该是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还有不少人认定达基的出现 要比这般的多 所以晋王法有苏得到达基 是在他自杀的前一年 公元前1047年 这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 而达基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姑娘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两个相爱的人 就只有短短一年的激情燃烧 然后就共辅黄泉了 一个女人就是再能作妖 一共也没得瑟几天 按照传统史书上的说法 西州为歼灭殷商 从文王到武王准备了六十年 如果这是真的 那商周更替正义性的道德借口 到最后一年才出现 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事实上 直到整个西州时代结束 在目前发现的各种史料痕迹中 达基都只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 毫无存在感和破坏性的女人 严肃的考古学家 甚至连证明她是否存在这件事 都不屑一顾 她只是不幸被道德史家选中 用来教育后世君王远离 让人头脑发昏的爱情的抓手而已 既然打击无论何时出现 甚至是不是曾经出现过 对殷商王朝的命务和地心咒王执政 都没什么影响 那咱们还是回来 好好说说咒王胜而不及的东征吧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抵立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解释 历史上达基的第一次正式出场 晋献功与无知史苏的故事 是殷商著名的美女达基 在史书上第一次正式出场 您将看到地心咒王的70条罪状 是后人如何添加的 商周交替时 咒王的罪责一共只有三五条 还竟是没什么道理的 您将看到地心咒王用军事实力 创建了青铜国的利益共同体 这个互利互惠的双赢军国 赢得了东南部分方国首领的支持 地心咒王只身回到了印度 尽管他并没有张扬此事 但消息还是传到了 王室宗亲中仇人的耳朵里 您也将看到 地心咒王为什么会惨败的隐秘细节 这个隐秘的细节一点都不隐秘 一直是明明白白地写在史记上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 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地心想要垄断青铜 东夷各个部落 当然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地心咒王 想实现巨大的财富 利益独享 则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 地心十四的东征 仅仅过了四年 地心咒王就不得不再次东征 用今天的话说 没有一个梦想是可以轻易实现的 有关地心十五年 这次东征最初的征兆 出现在日本神户 白鹤美术馆的一件藏品的名文上 这个被叫做有的器物上 有四十三个字的名文 考古学家维新盈 读出了一个关于地心 在战前如何收集东夷情报的故事 那些名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说 这一年的十月 宗子命令这件器物的主人 去侦查疑人方国的动静 并却对寻查的结果很满意 赏赐了他两棚被弊 宗子说被弊是嘉奖你的功劳的 器物的主人就用这些钱 铸造了这个青铜罐子作为纪念 收到侦查结果后 昼王进行了占卜 帝新十四年十月 他带着诸侯东征的联军再次启程 在十一月中旬渡过了黄河 记录这次东征的甲骨骨片表 他至少经历了三场恶战 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回到中原 周王在浩帝举行了庆祝胜利的狩猎庆典 隆重祭祀了自己的祖父文丁 为这次祭祀专门铸造的小臣于西尊 现在保存在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 上面闽文的意思是 因为征伐一方的战功 这次尊的铸造者获得了石鹏被弊的赏赐 他用索的赏赐制作了祭祀商王文丁的礼器 这件礼器雕塑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犀牛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尊 商代犀牛造型的器物 犀牛是不是咒亡二次东征的新一代战神 我们无法确定 但小臣于西尊的鱼字 却明确透露了一个隐秘的细节 古汉语中的这个鱼字是大船的意思 在这次战争中 荣地战功的是殷商水军的将领 这说明地心咒网 被针对水网密布的东南方国 学到了新的战法 战争的方法变了 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没有变 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会改变 依旧是圣而不及 但是 就像学会了水战一样 地心赵王的脑子是灵活而聪明 回到中原 他改变了蒸发东夷的策略 一方面 他动用庞大的人力资源开始修筑通往东南的道路 改善这条财富通道的环境条件 形成了后来滨海迟到的最初基础 另一方面 他开始放下刀剑 选择那些对殷商态度相对友好的东鱼部落 展开合作 不但用先进技术的交流 向对方输送利益 而且还向这些方国派驻军队 以确保双方利益的安全 你看 这是不是很像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考古发现山东东南 江苏 安徽 江西等东南地区 遗存的殷商建筑和道路基础的构筑方式 证明了中原与东南部落交流的广泛存在 在江西省新干县 发现的规模庞大的墓葬 出土了大量的伤亡赠予的青铜仪器 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经济的手段来解决 这个互利互惠的双赢结果 赢得了东南部分方国首领的支持 缓解了金道西新东线的紧张局势 改善了殷商中原青铜贸易的环境 现在 喘息烧定的地心咒网 该回头处理一下 被他扣在有里城的那位著名的人质 从地心十四第一次东征 到十五四第二次东征 前后时间正好是六年 这个时间长度 与竹书纪念上的记载完全一致 司马迁在史记中继续讲着传说中的故事 周部落的人到处搜寻 找来了弥指有声国的美女 力荣部落的宝马 有雄部落的梁居 以及各式天下真丸 通过贪官费咒献给了咒王 咒王见色起意 见钱眼开 就说这其中任何一件东西 都可以让我放了鸡昌 何况他们拿来这么多 于是就释放了文王 如果咒王真的这么喜欢贪小便宜 周部落的人早点送礼 事情还不早就解决了 实际上 地心咒王扣留文王的六年 就是他安心东征的六年 东征告一段落 作为确保此次战事期间 西部安全的重要人质 文王获得解脱 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 放然也要看态度 看表现 周部落送的礼包 美女 真丸 敖马 青球都是小意思 实际上说 周部落向帝心献出了 洛西之地 这才是下手 态度诚恳 真心诚服的英勇表现 周王向文王赠予了授权 这位西部牧师 可以自主征伐的 象征性的功师辅乐 恢复了他西伯侯的爵位 此时的殷商王室 是超级强大的 帝心 授予第二大经济体周部落 自主发动战争 征伐西隆的权力 体现了一种充分的自信 这种授权 是文王急需的 离家六年 温水平原上的周部落 早已是金飞西壁 温水平原被众多部落蚕食 游牧的犬龙再次横行 如果历史年表可以被参考 公元前1152年出生的文王 此时已经是87岁的高龄 传说中的他活了96岁 他最后的十年 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度落的 他利用地心咒王的授权 开始建立军队 任命江太公屡上为统领 认真扮演起西部牧师的角色 文王先是蒸伐了 今天甘肃临台县一带的秘国 接着又驱赶了 潘居在渭水平原上的 独肃之客 启国和从谷 每次胜利 他都不会忘记 给远在中原的地心咒王 献上玉器真丸和成群的战俘供奉 作为西伯侯 周部落向殷商王室 输送羌人战俘 供祭祀人生之用 是一个传统项目 咒王除了不断嘉奖文王的 上家表现之外 还改革了祭祀制度和方法 终其一生 他使用人生的祭祀 只有几十人 祭祀还是要隆重举办的 地心咒王改变人生祭祀的替代方式 是把这些西部能格善武的 男女战俘组织起来 排练他们擅长的竹笠之舞 在祭祀中让祖先观赏 把杀人改成跳舞 这不是件好事吗 史记的原文中说 咒王让乐师诗言 创作了新奇淫荡的歌曲 观看着北里之舞 享受着迷迷之乐 他轻慢鬼神 天天举办声大的party 以酒为池以肉为林 男男女女赤裸着身体 追逐嬉闹 彻夜狂欢饮酒 这个故事不是司马迁编的 他的原创是战国时代思想家 韩非子写在石过里的 在韩非子的故事中 魏林公在浦水纸上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琴声 就把疑惑对乐师诗娟说了 诗娟竟然真的能够演奏出来 但是被人中途叫停了 说这首悲凉的曲子 是当年乐师诗言演奏给咒王听的 咒王非常喜欢 伤亡之后 乐师诗言在这条浦水河中沉浆自尽 所以诗娟能够在此演奏出来 但这是亡国之音 但是韩非子只说了悲凉 没说应当 历史却从一个预言中不断演绎 变成了咒王的九龄肉池 其实在商王的宫殿中上演的逐利之舞 是中亚和东亚的巫师们传统的祭祀方式之一 咒王连发明人都不是 但是文王对周部落的重建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在他回到家乡的第五年 昆仪入侵了魏水平原 所谓昆仪 是西北游牧部落的统称 强悍游牧部落的联合入侵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昆仪入侵的第二年 周部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这时候的文王已经九十多岁了 疲惫的他把周部落的都业从城迁到了丰 这一年的冬天 文王向中原诸侯提出了请求支援的邀请 希望能借殷商中族的力量 帮助他把昆仪赶走 对于殷商王室宗族而言 一个稳定的 由蜀国管辖的西部 是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 由中原诸侯参与的这场战争 进行了两年 魏水平原终于被西伯侯周部落重新掌控 文王搭建了灵台 祭祀告别了他的祖先 周王派焦阁作为特使 参加了祭祀典礼 文王再次献上了玉石真丸 表达了感激之情 这场盛大祭祀举行完毕的第二年 这位一生小心翼翼的圣贤君王 在走完了漫长的九十六年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后 赫然尝试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的事实能够证明 他在生前曾经有过试图取代殷商的实际行为 中原殷商诸侯为自身利益 与周部落共同抗击昆仪 帮助周部落重建城邦的行为 为后世的道德史家描绘成了三分之二的诸侯 朝周归水 成为了最终胜利者天下归心的辉煌前世的古典 道德史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跟随武王伐咒的只有八个地处蛮荒的复仇部落 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没有一家同行 实际上如果说西州歼灭殷商有什么前史 那么这个前史只有两条 那就是利益与仇恨 祖父纪利死在了印度 周部落被迫回缩 父王姬昌在游礼被囚禁六年 周部落群龙无首 渭水平原又成了戎敌的牧场 武王是经历过祖父纪利时 周部落的鼎盛时期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领 他面对曾经的繁盛和眼前的衰败 面对殷商一家独大的繁盛 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但他继位的时候年事已高 作为西伯侯 他一共执政十年 作为西州第一位君主 只有短短的三年 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就算是心怀怨恨 周部落衰弱的现实 也让他只能是休养生息 作为以战神留名的一代武王 在他执政周部落的前九年 竹书纪年上只记录了一次 与离部落没有结果的冲突 而在史迹上 这九年一片空白 这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十年 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 还是可以看出凶险的暗涌的 周部落这边 武王拥有后来同样封神的战将 江太公吕煞 有周公鸡蛋 康书鸡风等九个杰出的兄弟 宗族保持着士族社会财富共有 集体一决的传统 相反 中原殷商作为超大经济体 宗族财产不断拆分 共同利益之下又有各自利益 核心家庭与宗亲贵族之间 嫡子与庶子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集中体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 经济关系变化中必然出现的矛盾 地心咒网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是嫡长子继承治实行之初 法律的空白点 同父同母的兄长魏子齐 因为出生时母亲不是王后 便被史官判定为庶出 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机会 但这个判定并不被所有中族认同 中族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 由庶出长辈组成的利益集团 尽管这些反对派 只是隐忍而没有兴风作浪 但利益冲突的潜在危险 却是上层贵族成员 心知肚明的 一个典型的故事 来自东亚大陆北方 另一个文明古国 1960年 在今天内蒙国的赤丰夏家殿一带 发现了距今四千年以前的城邦遗址 在那里同样发现了早于殷商的青铜制品 证明松遥平原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殷商时代 以今天的河北唐山为中心 存在着一个势力范围庞大的侮辱国 在殷商的甲骨补辞中 有关竹市的活动有四十多条记录 是殷商面向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贸易物资的转运枢纽 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很发达 两家王室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在帝新昼王时代 孤诸国的王位继承也遇到了狄长子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孤诸国君王死前决定 把王位传给品德高尚的三儿子舒奇 但是在他死后 舒奇认为这样的传位扰乱了秩序 坚决要把王位让给掌兄伯仪 但这位掌兄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 于是两个人谁都不要王位 双双离家出走 接下来的故事就跟殷商有关了 他们没有选择殷商繁华的都城 而是选择了魏水平殷商 第二大经济体的周部落去度过余生 史书上还记载了殷商末期 大夫新甲内侍向智 投奔周部落的事件 这些宗族之外的显贵 远离殷商王庭 似乎在提示着一个隐秘的细节 就是他们都嗅到 飘荡在中原上空的不祥气息 王室的不和 外人是感觉得到的 我一书其显然并不仇恨昼王 据说 在五王伐昼率军出征的时候 他们曾经叩马劝阻 殷商灭王后 他们觉得再吃周部落的粮食 是可耻的 让自己饿死在了守阳山 一对道德如此高尚的兄弟 是不会容忍昼王的腐败 在殷商覆灭的前一年 所有的史书上 都共同记载了一件大事 史记上的故事是这样的 这一年 武王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东 来到黄河进入中原的出山口 孟京 没想到啊 在这里碰上了八百诸侯 全都带着军队在这里提侯 史记的原文是 不期而会 蒙经者八百诸侯 诸侯群情激愤 全都对武王说 咱们把昼王干掉吧 可是武王却说 你们不懂 时机还不成熟 说完就带着大军回去 这个故事 可以说明天下人心的相对 却没法证明自身的逻辑 你这么大规模的首脑聚会 不用说在文字并不统一 交通和通讯都异常困难的当时 你就是在今天也不存在任何 不期而遇的可能性 别说八百啊 你就是让八十国首脑 在同一时间带着军队 到达同一地点 就在今天也是个很大的工程 周武王好容易完成了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却只是为了跟大家说 时机还不成熟 您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武王真正出兵伐咒 同行的只有八个边地部落 没有八百诸侯 但考古学家在殷商成堆的甲骨普茨中 却找到了这次梦境诸侯之会的记载 这说明诸侯军队在梦境的集结 是帝心咒王安排再次东征的集结 经历了对东南部落十多年合作 开发新政的经营 殷商金道西行的财富通道上 只剩下了山林腹地 不肯归生的部落 帝心咒王决定再次发起东征 彻底完成他殷商第一的 贸易秩序构想 但凡事不可再三 诸侯们过着好日子 金道西行两侧纵深之战将异常坚固 正赶上这一年天下大旱 面对巨大的财力消耗 诸侯与王室利益的格局并不相同 想法自然也不同 所以武王感觉到了诸侯的不满情绪 是很正常的 占卜的结果并不吉利 大臣族裔急切地劝阻说 卦象不及 现在没人想要打仗 天神不降威大命难成 你要慎重考虑 但是咒王说 我生不有命在天呼 这次出征啊 地心咒王没有扣下武王作为人质 对各种蠢蠢欲动的潜在危险 选择了无视 有研究者说 奉调前来的武王与地心达成了一致 带着军队打到回府 是因为双方确认了保障中原西域的安全的重要性 此刻的地心对自己设计的经济蓝图 坚定到了刚愎自用 他坚信 天意站在他的一面 但事实证明 他实在是太过自信了 寻找隐蔽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抵立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地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解释 历史上达基的第一次正式出场 晋献公与无知史苏的故事 是殷商著名的美女达基 在史书上第一次正式出场 您将看到地心咒王的七十条罪状 是后人如何添加的 商周交替时 咒王的罪责一共只有三五条 还净是没什么道理的 您将看到地心咒王用军事实力 创建了青铜国的利益共同体 这个互利互惠的双赢军国 赢得了东南部分方国首领的支持 地心咒王只身回到了印度 尽管他并没有张扬此事 但消息还是传到了 王室宗亲中仇人的耳朵里 您也将看到地心咒王为什么会惨败的隐秘细节 这个隐秘的细节一点都不隐秘 一直是明明白白的写在史记上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 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公元前1047年秋天 地心带领着殷商诸侯联军 再次向东南进发 面对着纵深之战 地心的军队兵分几路 或者乘坐船只 或者徒步行军 深入到了东南河网密布 山林茂密的险境 与巨不归顺的部落展开了残酷的战争 地心生俗 环境陌生 让战争的惨烈和艰难程度超过了一往 为清剿一座山上的东一五光 甚至需要放火烧掉整座山峰 有时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出发之后 就永远地消失在阉仗之中 如果单从战争的结果看 天意的确是依然站在了地心咒王一边 在当地归顺部落的配合下 殷商联军最终取得了多场战斗的胜利 地心咒王巡视了前线 犒赏了勇义的将士 他安排军队进行休整 自己则带着卫队先行返回了印度 就是这一显示了温情的安排 让整个殷商王朝遭遇了灭顶之灾 公元前1046年初 地心咒王只身回到了印度 尽管他并没有张扬此事 但消息还是传到了王室宗亲中仇人的耳朵里 此时中原的大军全在东南 返回至少需要三个月 殷商的都城只有少量的王室进军 这个复仇的机会异常难得而又转瞬即逝 以商王长子自居的威子找来了装奉三十年的叔父 太师姬子 对他说 父子有骨肉之情 但是臣子与君王却只有道义的关系 如果仁臣反复劝谏君王 他还是不听 那么这个道义的关系就可以解除了 于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在中原前往渭水平原武王都义的颠簸的道路上 出现了一个抱着顾群急速奔跑的身影 地心的亲叔父 威子阵营的太师姬子 向武王报告了阴都空虚的重要信息 满怀仇恨的武王对如此重大的决策 几乎是当机立断 他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历史机会 做出了改写历史的关键决定 这个隐秘的细节一点都不隐秘 一直是明明白白地写在史记上 它的原文是 少师乃执其冀月起奔舟 周武王于是随率诸侯发舟 非常奇怪 几千年来史书上竟然没人指责过 这个因为个人私利出卖了自家天下的叛徒 周武王直接通告了边地的诸侯 让他们带着军队在今天河南新乡一带的 木野集结 这个集结地距离殷商昭歌只有大约五十公里 事实证明情报的准确 直接成就了武王联军在中原腹地的大胆集结 为成功伐咒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公年前1046年1月28日凌晨 武王的联军集结完毕 他发布了讨伐咒王的宣言 我们已经无数次提到了这篇著名的墓室 现在终于可以总结一下 墓室中 武王说明了共同作战的八个边地诸侯部落 其中的雍 蜀 鲁 鹏 鹏 蒲 是百年之前被武丁青铜之战夺取了财富的 世仇部落 枪 矛 威 则是周部落渭水平原的邻居 能够迅速集结这些力量 说明武王与这些殷商的世仇早有勾连 十年之政并不是真的在韬光扬晦 而是一直在经营着仇恨的联盟 作为西伯侯 他十年之中并没有对羌绒的部落 发动过一次战争 而是始终笼络着这些力量 他学习了西枪先进的造车 兵器和铠甲制造技术 面对殷商 他有着更灵活的战车 更锋利的兵阵 更坚固的铠甲 装备的先进 是成功伐咒的至胜关键之一 牧师的第二部分 隶属了帝心咒王的三大罪状 第一条 唯复言试诱 你帝心居然能听女人的话 连个直男都不是 这是罪状之一 第二条 婚气绝似四伏打 说你帝心祭祀太不认真 连个人生都不上 这是罪状之二 第三条 婚气结月 遗亡父母地不敌 乃为四方之多罪普陶 是从事长 是信是使 是以为大夫轻事 说你帝心放着自己的兄弟和中族贵胄的子弟不用 专爱使用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老百姓 尊重他们给他们官做 信任他们给他们事办 破坏贵族的世袭传统 让平民当上了清大夫 这是罪状之三 五王伐咒 一共就这三条理由 放在今天 帝心咒王的这三条罪状 每一条都是更有利于平民的先进性的体现 牧师的文字清清楚楚地 输入在上书和史记之中 我就想问一句 为什么几千年来 所有的使官全都看得见 却依然要落井下石 天之佳业地把帝心塑造得如此不堪 帝心咒王及时得到了情报 作为百姓战神 他似乎根本看不起 周部落集结的边地乌合之众 他带着都城禁卫军赶到了 位于齐县的昭戈 见到了守候在这里的叔父笔干 要求笔干率领昭戈的守军 和他一起出城迎敌 谨慎的笔干坚决反对 坚持死守城池 等待东南大军回撤 再一举间敌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 但也许是威子一档中 姬子奔舟输送情报 让帝心对曾经支持威子的叔父笔干 有了不可避免的猜忌 也许闭门不战的建议 严重损害了这位战神的自尊 笔干在关键时刻的以死相见 彻底激怒了帝心咒王 让他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错误 平民出身的能臣鄂来 继续挺身而出 建议帝心前往东南 与殷生主力部队会合 带领胜利之师杀回中原 与武王决战 高傲的帝心拒绝了他的想法 带领印度和昭戈的守军 出城迎敌 如果他不是只身返回中原 如果他利用都城和昭戈守军 固守城市 如果他前往东南与主力会合 只要他做对了其中的一件事 历史都不会是后来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也可能是很不相同 可他偏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 不但结束了自己和殷商王朝 也结束了一个伟大的城邦时代 商业贸易充分自由竞争的历史 《牧眼之战》在过去的历史上 被描述成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是武王联军四万人战胜了殷商的七十万大军 后来的人觉得太假了 就改成了十七万 因为昭王的军队是由奴隶临时拼凑而成 结果是奴隶仰慕周部落的人德集体反叛 武王获得了胜利 正史的这一描述本身就否定了武王八百诸侯 会蒙经的说法 八百诸侯全都带着军队来了 你不打 现在人数明显劣势 你却非要打 这也太没道理了吧 常识告诉我们 这些数字是难以让人信从的 殷商末期 整个东亚大陆的总人口 一共只有八百万 且不说武王联军 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快速集结的 不可能有四万之众 以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力 加上当年遇到大旱 在殷都昭戈两地 续养十几万奴隶 再加上东南还有三十万大军 单是计算每天的粮食消耗 这高达六十万军人的数字 就是天方夜谭 要知道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 也没有谁能养得起 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庞大军队 所以啊 真实的木野之战 是武王强悍的八国联军 与咒王精英卫属部队 和平民联军的惨烈对决 按照周叔的记载 这是一场没有对手的碾压式的战争 咒王忠心耿耿的禁卫军 坚守了一天 印度和昭戈的百姓也都上了战场 但最终挂不提众 昭戈被攻险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描述了咒王的告别 眼看败局已定 咒王退回到了昭阁城中 登上了露台 穿上了最隆重的白色礼服 然后点着了火 自焚身亡 这是咒王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画面 他是一个悲壮的战败者 也因此丧失了在史书中美化自己的机会 现在该胜利者出场了 周五王站在露台之外 象征性地射出了三箭 然后走进已经烧焦的周王 用宝剑刺入了他的身体 用斧子砍下了他的头颅 悬挂在白色的旗杆上 这之后五王走入了咒王的后宫 达基和咒王的另一个女人已经自杀了 五王砍下了他们的头颅 悬挂在另一个旗杆上 西州的武士将王室的百余名贵族 用斧月斩断手脚 愿由他们在血水里翻骨挣扎 同时送上祭坛的还有在牧野战场上 王抗的武将殷商的四十名族长 他们被剥光衣服扔进了废水翻滚的大顶之中 被武王用作了告慰祖先的祭祖人声 武王联军中的八个部落 积累的仇恨终于得到了爆发时的血洗 咒王自焚的露台是商朝王室的金库 在战争中这座宫殿中 所有的财物都被抢劫一空 荣敌部落骁勇的士兵 对商都和昭哥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和劫掠 大量珠宝财物被掠夺 光是配玉就达到十八万块 史书上描写当时的惨况是 血流瓢畜 一周书上的记载说 牧野之战被杀死的商都救民超过十八万 被略为奴隶的有三十三万 这种大规模的平民屠杀 说明地心咒王并没有被百姓背叛 而是投入了与武王联军的战斗 本来我们隐秘的细节 第一季的故事说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但我还是要给大家补充一个额外的细节 武王的联军在胜利之后 在殷商的荆棘之地 举办了大型手里的狂欢 短短几天 仅在武王的名下就猎杀了老虎 熊 犀牛 鹿 等各种大型动物一万多头 这些可怜的动物 它们原本在中国中原广袤的命令中 与世无争地繁衍生息着 却被人类战争的胜利者 仅仅出于娱乐的目的屠杀了 但我们补充这个细节 是想对你再次确认三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 当时有数百座兴罗齐步的农耕定居城邦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独立的 相互之间有道路相连 道路上活跃着自由的贸易商队 创造着属于人类的财富 但即使在殷商部落蜀国林立的最发达的中原 城邑之间也隔着大片原始的丛林 林中有无数的动物生息繁衍 这就是殷商时代中国的景象 好了 隐秘的细节的第一季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各位专家的支持和主创们的努力 我们会尽快制作出第二季节 请继续支持我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腾讯微视 中国网文化发展中心 顶端新闻 360娱乐 同城旅行 中国联通卧邮箱 西鸟公考APP 西半球APP 土巴兔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咱们 发愿者 李宗盛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观看